作者,洪盛·霍尔斯克,最近世界上的两大冲突地点,一个是叶门,与叶利亚战场上美俄等大国,角力的普索迷离不同。 也门战场上唱主角的主要是玩游击战术的也门胡塞武装,以及以沙特土豪为主的阿拉伯联军。 但是今年的战况让沙特很没面子,坦克杯击大炮基本上都是世界最先进水平,但是到了也门就是丢回技甲,这些土豪军看上去光鲜亮丽,但是与胡塞武装的拖鞋军一打仗,可以说就是一触机会。 最近,丢了不少先进武器准备,连最新型F-15SA战斗机都被打下来的沙特军在野门终于露了一小脸。 从沙特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显示,一名沙特士兵使用韩国的Legnax E-Rigot形搭兵反坦克导弹,一枚导弹发射后精确地击中了一辆奔驰的胡塞武装摩托车,将其瞬间打爆成火球。 这也是这种导弹在中东地区的第一次使用,野门胡塞武装非常喜欢使用摩托车,因为这支游击气息很浓的武装组织,没有什么重型坎克装甲车辆,骑兵员素质,也不足以他们使用这些大家伙。 所以他们的成员很喜欢将摩托车作为自己的交通工具,在谎言中及时,也可以作为自杀攻击的载体。 所以,这次这个韩国导弹一发命中比坦克速度快得多,比坦克目标小得多的摩托车,显示了其很高的精度。 韩国这种叫做LIGMAX EVBOT的反坦克导,但与中国红舰12型,美国的标章型轻型反坦克导弹很像,都是大兵鞋弹,非瞄准线攻顶,打击的一种先进导弹。 该导弹射程两公里左右,具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,可以攻击坦克薄弱的顶部装甲,是步兵手中的反坦克力气。 这次袭击中,证明导弹从前而降,击中奔驰的摩托车。 这也正是宫顶导弹的优势,虽然摩托车骑手视野宽广,传统的直苗型反坦克导弹,要想准确击中摩托车确实不易。 其手可以灵活地玩耍摩托特技来躲避导弹的攻击,毕竟导弹的速度在那里摆着,不可能像穿脚弹那样高速一弹入魂,而宫顶弹从前而降。 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,头顶上的导弹尾炎,所以从视频中这辆摩托车被击中时甚至没有反应。 其实这种打击方式,中国的红戒12个坦克导弹也能够做到。 我们的红戒12导弹如果采用红岸导弹头射程是三两公里,而采用电视导弹头的话射程可以达到四公里,是韩国导弹的两倍。 而红戒12导弹的宫顶效能,可以击穿目前世界上主流三代主战坦克的顶装甲。 目前该弹已经以GTS-7导弹的编号对外出口了,或许不久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红戒12的杀钉子。 和红戒12导弹的编号对外出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